下午4点的部落冲突国际服更新完之后呢也是出了一个挑战赛叫做巨熊势不可打 OK不管挑战有多难我们都以最简单的方式把它通关 我们可以先收藏起来到时候国服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通关 这一关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援兵里面呢是有两个德鲁伊两个气球 开局的话呢我们先下一个兵人走前面扛伤害 随后呢就把所有的兵全部下完 三个英雄然后五个德鲁伊一个大气球龙骑气球 然后猎手玩灵这些全部下完不要停 因为我们后面呢有五个德鲁伊还有援兵里面两个 这里给了两发狂暴 就是等一下把你单头锁你你就冰冻冻哪里 援兵出来给一发毒药就可以了 他后面呢有德鲁伊在回血 所以说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无脑推进 但是呢只有30秒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把所有兵全部下完 让他们快速的打完30秒 后面就炸弯出臭狗熊来了 这时候呢地图已经推了一半 我这边三个玩的技能呢也都还没下 我靠这边还出来这么多电塔 完全不欢 任途直接开技能 然后这边冰冻再动一下 毛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巨群手套 等他往前走 我们直接开大 对这么收下的话呢基本就没有问题 这一关的挑战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记住把12的兵下在那一边 然后让他们往上推进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手术没跟上的话呢 咱们就再滑一遍 一般一两遍左右 全部下在那里的话呢 基本是可以打三星的 OK通关了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点个关注 后面有出不会打挑战呢 都可以来这里找教程 我都会第一时间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